一百一十一年學科能力測驗 將於明天登場 今天開放看考場 但是為了防疫的關係 考生不能進到教室裡面看座位 而且也不開放陪考 來聽一下考生們的心聲 原本想說可以進去看市場位置 然後現在就不行 有點像是那種清代那種考考考科局考試 要關在那個小空間那樣 我覺得有點小誇張 因為假如說不習慣 還是要正真考考 或者叫我說就是不要去想 結果考了 我們的市場人數也從四十二個人 降為三十六個人 也是一個降載的這個狀況 那本次的這個學測也不開放 家長市長的陪考 這一次學測有三大防疫措施 包括設置專用的防疫市場 調降每一間市場的人數 還有提供防疫隔板 讓考生在原座位用餐休息 希望這樣做可以讓考生安心應考 我們就沒講過 請坐舟 好嗎 謝謝我 我旁邊